一次過走人講究生假 我也真的是第一次 這期好紅啊 我不是太知道這是什麼 我看到了 好美啊 今天去到這麼多商場 我最喜歡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 2024年 真的這麼快 轉爛又來到年尾 差不多要結束了 每年年尾聖誕的日子 總是令我非常期待 因為我本身是很喜歡聖誕節寬騰的氛圍之餘 我還很喜歡去不同的大商場 看他們的聖誕報紙 話說我上個星期看IG的時候 看到幾個大商場 今年的聖誕報紙有點奇怪 所以決定拍照片 兼帶大家和我一起 一天遊走世界 世界各地 不要這麼誇張 一天遊走廣告新界去不同的大商場 看看今年哪個商場的聖誕報紙 最美 最有氣氛 最震懾到我 我自己都沒試過一天去運這麼多個區 所以我們快速簡單來準備準備 好 平時我想大家第一步都是先上了爽膚水 我今天會先用這支Covermark的導入肌底液 例如常常的牙夜 轉天氣 秋冬這些乾的日子 我們的角質層很容易受損 皮膚變相會更加乾 就會很容易有泛紅的情況 這支精華級的肌底液 它就可以幫我們修復受損的角質層 穩定皮膚的狀況 它的質地就跟平時的精華液一樣 打圈按摩很快就會變成水狀 超級清爽一點都不漏 通常我就是摺一泵 打圈圈就可以上臉了 它的技術是可以把活性美容成分 滲入到我們的角質層才釋放出來 適合即時的保濕和舒緩效果 還有給我們皮膚的底層有足夠的水分和營養 有效令皮膚生產一些有用健康的細胞 之後用的護膚品就可以更加吸收 這幾天不斷地鼻敏感 有一點點紅紅的 如果你發現最近在用的護膚品 用的好像很不吸收 用的很乾 就可以一步加上它 又可以配合按摩的手勢 把精華推入皮膚之餘 順便去一下水腫 基本上它很快就會吸收 你推幾下就可以了 最後可以輕輕按一按 塗完這個肌底之後 你就可以照常塗你的toner 精華和面霜 你會發現之後塗的東西是比平時吸收很多 和爽很多 然後我們就可以塗面霜 面霜我最近都會選擇有防曬度數的 懶 因為可以一剔過 這個是Covermark他們的 Treatment Day Cream 它有FPS 50加PA 4個加 最高的防曬系數 但它完全沒有那種高防曬度數的黏黏感 好像Cream的質地很滑 很快吸收 一點都不黏的 最近天氣冷了 用它都很適合 夠滋潤夠保濕 通常我都是這樣 擠在面上 直接擠下去 接著就推開 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覺得冬天就不需要塗防曬 完全不關注防曬 但其實一年365天 我們都需要塗防曬 因為一年365天都有紫外線 紫外線除了會令我們變黑出斑之外 最可怕就是直接令我們的皮膚老化 醋醋 猛醋 很大的問題 都是紫外線形成的 所以我現在日後都很喜歡用這種高度防曬的Date Cream 你看到推幾推就已經完全吸收了 塗完之後有光澤感之外 還會柔軟了 所以這支我非常喜歡推介大家 它最棒是一支有齊飽滿、滋潤、保濕、光澤和緊緻 還有高度數的防曬 懶人不想塗完有一層的朋友 即是我 就可以用它了 現在就算我經常在家工作不出家 我都會用這支Date Cream 它還可以幫助我們阻隔外來的刺激 保護細胞 避免皮膚炎症的蔓延 這個很重要 因為轉天氣日子很容易敏感 另外同時可以收穫受損的沒有細胞 使用膠原蛋白的生成 令皮膚有彈症 用了差不多一個月 我每天都有塗的 我覺得最明顯的改善就是皮膚的光澤 沒有之前那麼暗沉 還有敏感的狀況 平時很容易有些紅色一點點的狀況都減少了 而且它夠保濕、夠滋潤 用完它之後就可以直接化妝 它可以令你的底妝更加貼服 如果不化妝的日子 晚上直接洗臉就可以了 它是不會block毛孔的 不需要另外用卸妝水卸妝 非常之方便 由今天開始到12月31號 大家去他們的門市 show screen cap這個畫面 又或者用我的專屬link 輸入這個Promotion Code 就可以用5折的價錢 入手他們的護膚品套 買剛剛介紹的這支肌底的 賣一送四 送回4支這個mini travel size 4支加起來的量 是等於一支for size 又可以帶它去旅行 正 還有這支一定要買的day cream 就做賣一送三 會送回一模一樣樣 很QQ的day cream的travel size 還有一支toner 還有一支洗臉 非常之划算 不要錯過所有資料 我會放在下面的info box 第一站來到太古城 太古坊 太古城 應該是太古坊的金鐘 原來是太古城中心 很久沒來過這裡了 出來就已經看到有個聖誕裝飾 我對上幾次來這邊 都是聖誕的時節 所以太古城中心給我印象 就是聖誕的東西 City Price 有環球影城feel 挺漂亮的 這個波波帶 大家看到它是聖誕樹嗎 這邊這個角度很有環球影城feel 進去看看 今年這個是以街頭文化為主題 這個應該是可以玩Grafitti 哦 右顏色 選個圖案 快 如果它有些字紙聲就正 哦 原來這裡我可以選擇一個blush 我的作品 原來很爛 超快 我沒有夠快 哎呀哎呀 可以跳舞 即是我跟它還是它跟我 我跟它跳 這個 這個 是 Easy 但它好像沒有sense到我 Yeah 228 這個是子宮拍照 完成第一個地點 我自己玩玩一下 其實那些遊戲有點小朋友玩 但我也玩得很興奮 第一站 非常之滿意 我們現在去下一站 銅鑼灣 銅鑼灣的要先來Times 今天是粉紅色主題 Black Plink 粉紅色聖誕樹 哦 原來這個是真是Black Plink主題 誰打誰 哎 好像是一個人來的 趁著沒有人自拍一下 自拍片一下 哇 今天我挺搭這裡 剛剛走出來一秒左右 馬上坐滿了 好像剛才拍了 搞笑 這裡真的很多人 我拍了很久 就來就去 很難才看到沒有人在正中間的影片 Times的門口威劇 就是這樣 很多粉紅色 就算穿我這種黑色衣服 都配搭的 不過它好像沒有什麼氣氛 和聖誕沒有什麼太大關聯 我們再搭電梯上去看看中坪那裡 咦 難道樓上都是Black Plink 上來都是這棵Black Plink 深深聖誕樹 還要都很矮 往年是很高的嘛 我們去下一個地點 起上的門口 終於看到一棵似仰的又大的聖誕樹 不過它是利院那邊的宣傳 中庭的位置 竟然在搞活動 什麼都沒有 裡面還可以有免費上映 好 完成了銅鑼灣的據點了 是時候要吃點東西 又餓了 帶大家去銅鑼灣 我挺喜歡吃的一間茶餐廳 看看原來它有誠意的貼紙 四張貼紙免費 大家走過路過 就進去玩一下 是在這條街 這條叫什麼街呢 小巴那條街 南方道5號 龍泉冰身 原來也不是叫太古坊 我到底哪裡都是太古坊 這裡是太古廣場金鐘的PPE 我想要綠色或者白色 很大棵的聖誕樹 還沒看到有 PPE也是一個我聖誕之門的地方 電梯一上來 有人擋住了 就是中庭的位置 都很厲害 有綠色聖誕樹 糟了 我不太知道這是什麼 因為有紅色、綠色和波波的加持 這裡的聖誕感覺就好像比較厲害 每個波波都很漂亮 讓我進去看看有什麼玩 有個洞 有些風 還有一些波 就可以在這個位置拍照 還有這個光 走過一點 也是剛才的毛毛 這個小孩很棒 旁轉姿勢 再走過一點 又有間屋 請在此排隊 與聖誕路人見面 原來這裡是要提早預約 兼要搶票才可以跟聖誕路人拍照 看到嗎 我幫大家爭取了鏡頭 Bye 另一邊的地鐵產出口有這個 捐入這個洞 然後就 今天比我想像中 周圍都多人 我完全拍不到 For your reference 有需要可以保留這個畫面 不知道多少錢就可以 不知道做什麼 中環的靈馬 我上天也拍了一條片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這裡 看今年的報紙又如何 其實我已經在IG還是Facebook 偷看過了 跟之前一樣是很高大的 看一棵聖誕樹 這裡 這裡的聖誕樹 很環保的聖誕樹 聖誕樹 今年的聖誕煲枝 這邊有一些化妝品 一張軟的沙發 自己打卡 然後今年最大的賣點應該是這隻 La Booboo 突然間沒有人拍我 我先給我拍一張 一路我今天也是拍片 這期很紅啊 走過來 IFC了 很珍貴的聖誕樹 暫時是IFC最多聖誕樹 路中心突然又有一棵 到達中坪 上面有聖誕老人和聖誕露 好像今天第一次見 這個就是很傳統的聖誕顏色 和氛圍 還有胡桃甲子 大家記得我家裡有好幾隻胡桃甲子 這裡又挺漂亮 好像入了聖誕老人家屋 可以按這個 一分鐘進去 可能有後V 可以後嗎 是呀 這樣很難看 是呀 前後距離是古 我有 這個是鑑匙 搞錯 看不到聖誕樹是哪一個層 聖誕和AFC都有點失望 沒有錢不夠大 又不夠氣氛 好了我們香港站已經完成了 去九龍 哇差不多有天堂了 明明11點幾天出門 還是我在這裡坐船 真的很好啊 竟然走出來就是7號碼頭 可以直到尖沙咀 還要下船的地方 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好 嗨 為什麼沒有人坐在這裡 只有我過了 包了牆一旁 我看到了 我今天走了這麼多站 我看到一個大聖誕樹 高過一層樓的聖誕樹 哇 終於有一個似的樣子的聖誕樹 這裡還有一間間小屋 這個棉花糖是電腦 假裝電腦 不過呢 又加上時間關係 這裡一定是最多人 我連這部機舉遠一點也有點難度 正面都很漂亮 其實我就是想要這些 這麼傳統的聖誕 剛剛學了姿勢 我跟聖誕樹 哇 平日 我跟聖誕樹的合照 哇 天很漂亮 我在那裡城另一邊的路上 是牛奶妹牛奶仔做主題 都可愛的 有棵聖誕樹 都漂亮的 一棵聖誕樹 但主要是牛奶妹牛奶仔 喜歡他們的可以來看一看 1881 剛剛聽到有一個人走過 有點失望 就是鋪了這些 真的有點失望 我記得連1881都漂亮 好像漂亮了一年了 好 我們去K11秒C 今年半島外面的裝飾 我覺得這樣簡單單更好 來到K11秒C 這裡是香檳金色的聖誕樹 但它的裝飾是哪層的呢 是不是在這裡 好漂亮 不關它Dios 本身這個設計就好漂亮 今天的文革已經爆滿了 攔住了 進不去的 前面還有一輛南瓜車 哇 很漂亮 這個 漂亮得我剛剛自己站在這裡 欣賞一陣 但是有點冷 還有我趕時間了 因為我今晚呢 約了我媽媽吃飯 要快點了 九龍堂 是Samuel這個 類似花絲拉的公仔 我真的不認識她 但是有多少人排隊 但是會不會太醜啊 聖誕來講 這個肯定是聖誕的布置嗎 但是 真的是 看兩旁 但是真的很多人喜歡這隻 我 新界區當然要選沙田新城市 轉圈看成為中間這樣 圍了一個欄 原來有一個流冰場 超迷你流冰場 然後呢 就是有棵大聖誕樹 商場裡面聖誕樹 這一項應該是最高 For your reference 參加辦法 有需要的朋友 卡下吧 走到小水 這裡就有個超巨型聖誕老人 不過好像有點氣 坐著飛機 耶 差不多尾聲了 來到元朗 它的聖誕布置在哪裡呢 咦 走走走走 看到我會不會是這個呢 我們又欣賞一下這棵聖誕樹 也是有少少不同的風格 這棵是有玉桂卷的 是有很多聖誕樹的 這裡是整個森林的 不是這樣 我特地進來的 我特地搭9個字才進來元朗 我聽到剛才有人說 那邊那棵是不同的 那我走 但是這裡 其實我在哪裡 我不知道 這樣指著前面是0.1 沒有記錯 應該有一邊的商場是高大一點的 就是流層是高一點的 啊 竟然什麼都沒有 竟然什麼都沒有的 竟然 拍片就是這樣 好像略有起色 嘩 這邊好像有些東西看 應該這裡就是 跟剛才那個差不多 但這個就大型一點 我感覺到這幾棵樹 其實平日一年四季 什麼日子都可以在這裡 只需要換其他東西下去就可以 又進來散步一下 這個森林 因為我搭了大半個小時 所以我怎麼都要拍多點 而且要坐多一會 老實說今天這麼多人來講 不 我等一下還有一站要去 去買應該最差的 就是我的鄉下 上水廣場 我家鄉深山 這裡我熟路 像我在這裡大 一向都沒有什麼聖誕裝飾 因為在羅湖旁 所以有一段時間是多了一些厲害的裝飾 那今年就是這樣 就是有士多啤梨味的毛毛 這裡真的有一陣香味 但不是士多啤梨味 請勿攀爬 這些位置都要爬嗎 好搞笑 這裡有個雲朵 好了 今年 完成 耶 完成我今年這條聖誕片 不知道大家喜歡不喜歡呢 一次過走返廣告新界 我真的第一次 第一次去這麼多個站 回家看看百達通道 到底賺了多少錢 其實我小時候 家人都沒有帶我出去追燈室 今天有一點點感覺 今天去了這麼多商場 我自己最喜歡 枯枝肉出的就是 海港城外面的大聖誕樹 你看完之後 你覺得哪個最棒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最後提提大家 不要錯過Cutpharmark 這個這麼低的優惠 你看我走了一整天 吹足晨入風 還搭船吹海風 雙眼都紅了 但我的妝容仍然很貼 皮膚完全沒有蠻緊的感覺 一點都不乾 非常之好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記得用我的專屬link 和泡沫信曲去Cutpharmark 購買吧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想我下年又拍多些聖誕主題的影片 記得按下面的手指公告訴我 約定你下條影片再見 Bye 在家附近東港城商場 都是流冰主題 四四方方 在網均這個地板 原來不是冰 沒那麼滑 哎呀 還可以有張melody燈寫給你 不夠高 不夠高 還可以一張張搭上去 melody主題 還有一棵聖誕樹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